每天做五题,英语没问题 来看第一题 Uplight is bad for your health 熬夜对身体不好 这里缺少的是一个主语 可以做主语的 就是Doing Doing做主语 表达一件事情 所以答案选择的是B 第二题 I an apple just now 我刚刚吃了一个苹果 刚刚说明时间已经是过去的 对吧 所以过去时间要用过去式 这个B呢 Eat没有过去式 所以不选 答案选择的是C 如果你要用Eat的话 它过去式是Aate I had an apple just now 我也可以说成 I ate an apple just now 第三题 Are beer eggs in the fridge 冰箱里还有鸡蛋吗 这里要考察的是什么呀 还有一些鸡蛋吗 这里呢 是一个一般疑问句 一般英文句或否定句呢 我们通常会用any 肯定句呢 会用some 还有呢 想要你肯定回答的话 也会用some 所以这里答案就是 D Are there any eggs in the fridge 第四题 This is Jan's bag is over there 这是Jan的书包 我的 在那边 我的什么呢 我的书包在那边 对吧 我的书包应该用哪一个 应该用C MINE 相当于my bag 所以答案选择的是C MINE is overdue 第五题 Thanks for me with my math 感谢你帮我辅导数学 这个for呢是一个借词 借词后面可以接名词代词 动名词 这里拿动词呢 我们就用动名词 所以答案选择的是B Thanks for doing something 因某事而感谢某人 Thanks for helping me with my math 你们都做对了吗 点赞回头发报老师 英语一记吧